泽婆婆整副身家不見了 懷疑是去年九月 小子趁她跌倒 逼她入住護老院期間進行 當時小子還加上護老院 說泽婆婆有腦退化 禁止外出以及大兒子探望 被大兒子識穿後 泽婆婆以為 終於可以自己決定 誰來得探望她 那時我媽媽很怕我弟弟 當時跟我和老人院說 當面說我不想見我弟弟 老人院也建議當場寫了一張紙 寫了我弟弟的名字 和寫了她的身份證號碼 她說我媽媽不想見這個人 千萬不要讓她進來見她 我已經簽了名字 但老人院就跟我說要見證人 我說可以見證人 那我老婆說不可以做 這裡隨便找一個人幫我做見證 這裡沒有任何人會和你做見證 那怎麼辦 她說這裡不成立 當場撕爛了一張紙 那我就沒辦法了 之後他們出去吃東西 護老院以為他們走了 馬上通知小孩子 我弟弟和我弟弟的老婆出現了 就在門外 唐姑娘跟她夫妻 在門下說了兩句 她夫妻離開了 如果我不在 我弟弟就把我媽媽帶走 為何每次我做任何事 就早我一步會知道 每次我說完話 就躲在後巷 拿著電話自診 這才是最清晰的 後來在約定日期,她接紮婆婆外出 到護老院亦在諸多阻撓 紮婆婆去年九月 在護老院一共住了二十天 發生過的事 就算進了醫院 都仍然記得一清二楚 到了第三天 然後她夫妻要我簽了三張紙 我不知道是甚麼 你媽媽有沒有想過拒絕 我有問過媽媽 為甚麼要簽白紙給人 她說只有我一個在老人院 又沒有人幫我 她打她、玩她、洗澡時 給她冷水都可以 我沒辦法,被迫她簽 只是簽名 為甚麼要簽三張白紙 到現在是一個謎 你會懷疑為甚麼護老院要媽媽簽這些白紙 我懷疑她希望她用那些方便 用甚麼藥、打甚麼針來用 但想遠一點的 我怕她跟小孩一路 拿這些白紙 假扮授權 可能做其他事 例如拿錢或過戶的用途 會否有人 將這三張白紙 簽名的三張白紙 將有一些不當的內容加進去 所有資料在簽文件時是沒有的 即是有人事後偽造一張這樣的文件 就有刑事成份了 即是那個拿出這張文件的那個人 以及加一些條款的那個人 他就偽造文件 偽造文件很嚴重的 最高刑罰坐14年就對了 於是我們去到位於 葵聰和兒俠道的護老院了解 原來那裡是沒有電梯直達 逛了幾層樓梯,終於來到 按了一會門鐘,才有職員開門 你好,我想找童姑娘 童姑娘今天和何先生都去了上課 去上課,何時回來 我們東張西望,想找他了解一些事情 還沒… 有何時回來 他今天不上班 平日他會回家甚麼時候? 有哪天放假?星期的… 我無法回答你 竟然連何時上班 何時放假都無法回答? 我怎樣找到唐小姐 你或是你翌日才來 有或是其他同事知道有關 之前九月份,雜婆婆住的事情嗎 我不是很清晰,因為我騙你做的 或是有主管其他負責人嗎 現在主管也不在這裡 主管去了哪裡? 不知道 今天老人院負責人是誰? 今天老人院負責人是誰? 我無法回答你 謝謝 總而言之,無論我們問甚麼 答案都是不知道或無法回答 平日…你找那位唐姑娘 是否經常都應該在這裡? 我懷疑她在這裡 你懷疑?為甚麼要這麼說 為甚麼?因為你的樣子在這裡 我們再根據門外的指示 打給服務管理總監金太太 喂,你好 請問是金太太嗎 金太太不是辦公室,誰會找她 我們是東章西望打理的 你是東章西望打理? 沒錯 我想問是甚麼事 是,想問關於雜婆婆 在去年九月 在和兒俠道那間 住過差不多一個月左右 想知道入住期間發生的事 我…因為… 金太太不是辦公室 而且我也無法回答你任何事 是,會否有哪個可以 我聯絡到問到相關資料 我們不接受訪問 那有否一些正式的途徑 可以問你們回應 我們接受訪問 麻煩你,再見 謝謝你 你覺得有甚麼懷疑 為何他們不肯接受訪 想隱瞞事實 我們以電郵向社署安老院牌照處查詢 回覆表示 有關雜婆婆告案 早前已認雜婆婆長子 就保證人及探訪事宜 聯絡院舍及作出協調 至於主管行為是否有違規 就避疑不疊 有關案件最新進展 警方回覆表示 於2月7日 在旺角區 拘捕一名47歲男子 及一名50歲女子 懷疑與案件有關 該兩名被捕人 已獲准保釋後查 須於5月中旬向警方報道 這一天 大兒子本來打算帶兒子 一起去探紮婆婆 怎料她進了醫院 你看媽媽,打算跟媽媽做甚麼 為了我吃飯 為何媽媽要別人為了吃飯 我做雞雞雞丟 包著紙巾丟 你怎樣監督她 我說要吃完飯 既要照顧媽媽 又要照顧自己家庭 太太亦懷孕 寶寶還有幾個月就出生 這大半年,大兒子真的疲於不明 早上我太太來替她 替她清洗腎機 晚上我下班 趕著替她安裝洗腎機 機場過來有一段時間 之後我又要回家看她們 我兒子沒有補習 因為補習不便宜 我教她讀書 如果真的很幸運 一天我做完所有事情 回家,洗澡,吃飯 我真的幸運 只要一小時教她讀書 比以前少了很多 那你的成績如何?有差度嗎 有 以前爸爸在這裡睡 那你會否不開心 爸爸少了時間陪你 一天,我哭了一天 不過現在她們最擔心的 當然是宅婆婆的健康 我媽媽有個願望 想見我弟弟一面 就在法庭裡見他一面 她想問她一些 為甚麼在家裡177萬 把她拿走 她的金錢,她跟我說很辛苦 16歲開始吵 逐顆逐顆吵 鑽石介賜和她的金錢 那些嫁妝 為甚麼要把她拿走 還有220萬 為甚麼220萬拿走了 剩下900多元 還有最後八達通是政府給我們的 6、7千元 拿剩下20元給她 為甚麼人人有她沒有 她想在法庭當面問她 這就是她的願望 還有我的家人 不是每個人打電話來的 有些家人打電話 買東西來探望我媽媽 我媽問為甚麼 有些親人完全沒有電話 她也想問為甚麼 她的願望希望她達成 以為雜婆婆1、2天後會出院 誰知道播出前 忽然再傳來病危的消息 要轉入隔離病房 捱不夠兩天,已經與世長遲 你有想過媽媽竟然過不了這關嗎 絕對沒有想過 這次的酒其實不是癌症 或者是她的腎病 而是新冠肺炎 她花了三天時間帶走我媽媽 你覺得這次婆婆的新弟弟 有多大責任 絕對有關係 我媽媽很獨立,很自由 她已經說過 不去老人院,不去老人院 但為甚麼要運到老人院 她進去很不開心 我媽媽一直在床上 一定有電視機 她很喜歡看電視 因為護老院要收400元 我弟弟連400元的電視機 她也不送給她 出了護老院後 提到我弟弟會很生氣、很激動 你可以看到這件事放不下 放不下… 所以她心情一直都很差 可想而知,她影響了她的健康 還要最疼她 雜婆婆不幸過世 對於進行的調查又有多大影響 婆婆過世是不理想的 刑事都博弱了 機會是小了 我們無論如何都會鼓勵你,告她 仍然是刑事 再查民事,仍然告她 尋法會做 首先,胡先生第一件事 應該先確認自己的身分 去拿一個遺囑的確認書 我弟弟會否要做同一個步驟呢 如果你的弟弟做同一個步驟 就不會成功 為甚麼呢 因為習婆婆已經做了一張遺囑 那張遺囑 說得很清楚 你就是遺囑的執行人 這張遺囑符合所有的規格 還找了醫生做了見證 當時可以確認了婆婆 精神狀況是滿意的、理想的 才被婆婆簽這張遺囑 婆婆過世不是世界末日 也不是整件事件終結 可能證據少了 但警方就要努力找其他證據 民事方面 你就可以取代了婆婆 原本提告人的身分 宅婆婆一向最疼小的兒子 被偷了整副身家 直至臨終前仍然未釋懷 她臨走前 她最有能力時打電話給我 她問我 總學弟弟騙了四百多萬 我問我四百一十三萬 於是就收線了 剛才我看見我媽媽 她跟我說 她想跟東張西望和警察 親口再說一次 在護老院的時候 簽了三張白紙 但很可惜 她今天沒有機會 她已經離開了 雖然習婆婆離開了 但不代表事情已經告一段落 是機會不來 但正如我太太所說 你不做就沒機會 做就有少許機會 除了六大狀會盡力幫忙 東張西望 也會一直跟進事態發展 希望習婆婆能夠安息